YoyoStory一起 Haki Whoopsie Hello 大家好 我是Lashiko 今天我要畫的妝是 我就把它稱入為 独角獸妝妝 大家大家介紹妝 独角獸妝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金粉 想要有少女性的感覺的話 請畫這個妝 畫這個妝過後 你就會覺得很有少女性 你就會覺得很少女 所以我們開始吧 在日本很出名的 Hara Juku的妝 我今天的妝飯就是 Hara Juku Star 今天這個妝我在我IG有Post過很多次 因為我最近真的是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 亮晶晶的東西 OK 走 現在我的粉底已經有了 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弄我們的頭髮 首先先分開一點 然後這裡就把它給 Spray 這個Spray呢 是給頭髮比較容易的 捲 因為我們今天要弄的捲 就是不用燙頭髮的方式來弄 不要太長期去捲髮 其實是比較好的 因為燙頭髮的那個熱度 其實很容易把你的頭髮 顏色弄掉 用在頭髮最上面開始綁起 這個就是平時一般上女生綁的 Breads 你們信嗎 我可以灌著眼睛綁頭髮 然後綁在一根的時候 記得要到很下面很下面 因為你想要你的捲度到最尾 不然的話呢 整個頭髮捲捲 你的尾就會直直很醜 要到很尾 最下面 綁起來 這個不需要綁太 你隨便綁就好了 然後繼續 好 現在滿濕了 這個東西可以把頭髮變香香 這個就給它這樣 OK 九流海的人會明白 中間的部分 可以捲起來 記得不要捲太高 太高的話會很奇怪 注重下面的這個部分 只需要下面捲 開始化妝了 首先我們要 眼睛的部分 首先去拿concealer 去弄好我們的眼睛上面 然後上一點妝的顏色 輕輕一點 其實眼睛上面只需要一點 把的 因為我們會比較注重在 這一個部分 好 然後我拿比較深一點點的顏色 尖刷子 這是扁的刷子 然後塗在這一個部位 眼睛看起來比較大一點 剛才塗的是在這裡後面 所以呢 你就後面比較深 看前眼睛就大了一點點 那我們開始 我們的臉 現在我們要做的這個妝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中間的 塗在你後面 記得哦 這個腮紅呢 我都是塗在這一個部分而已 如果你塗得住遠 就很老 出來eye shadow 我就塗這一個 因為它的顏色會比較接近 如果你是塗了Mascara 在弄這一個東西的話呢 你的睫毛就會變成這一個顏色 最重要的來了 就是睫毛的 DOO 然後塗點在手上 然後呢 就是 哎呀 太大力了 這一些就是放臉的 這個是比較大殼的愛心 紫色的大力愛心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星星 這個非常重要哦 小力閃閃的 然後買這個的話一定要注意 因為呢 這一個的呢 就是帶一點有彩虹顏色的 然後另外一種的呢 就是 silver color 那個看起來比較硬哦 為了露剛才那一部分 我的腳水都硬了 來我們再塗過 放在手上 如果你直接放在臉上的話 你的臉就會這樣一睪 不要太靠近到這一邊 大概這裡就好了 用另外一個手指 點那個 最閃亮 最小骨的那一個 然後就點在臉上 放在一個時候 想像你自己是一隻獨角獸 哈哈 我聽說獨角獸是大便彩虹出來 彩虹 別別 OMG 我弄了整個桌子都是 你們做這個裝的時候 記得齁 不要在你的房間 去 姐姐畫妹妹的房間做 因為姐姐畫妹妹 我沒看到你做OK 啊這個有點紅了 整個手都是禁粉 打亮 不需要用打亮你的東西 這個就夠亮了 我不信用這個 他們看不到 我打亮了 放大顆的 大顆的要放什麼呢 你們可以放白色或紫色 OK 看你買了什麼 你就放什麼 大顆的 分散散放 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還有其實我很喜歡 放這個星星的 在我的眼睛上面 現在我們要來畫這裡的 下面的部位 然後就點一點點 跟你們講 如果是特別的occasion 畫的是特別的節日 其實你們要加重一點 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裝 重是正常的 只要你的筋粉不要太重 顏色多 顏色重 對Hara Juku 打亮 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去日本Hara Juku 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人是 高彩虹的 make up也是彩虹 sharp 顏色的彩虹 這個裝是沒有對沒有錯的 你就算要拿一點 然後放在這邊 繼續下去也沒有關係 我也很美 然後顏色match到 配合到 其實都OK了 又變成 煞虹了 它的顏色很厲害 它很細 然後顏色很sharp 是不會拖色的 很厲害 這個是我在Ramore買的 而且沒有叫我代購的 後悔了吧 呵呵 如果你沒有去的話 你們還是可以買的 給你拍下來 kat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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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我们会画下面 就是这边 这个也是刚才那个的另外一个颜色 这样的白色非常耐 Just to be a little more extra 很少会找到爱来呢 是可以这样明显的白色 尤其是白色 要画可爱的妆哪里可以没有画 这边呢 这个只可以涂一点点 好了 涂到这个地方呢 你的眼睛就会看起来比较 这样就比较 就掉下来的感觉 所以比较cute 应该啦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好了 可是 你的妆要更加夸张 更加detail的话呢 精粉来了 现在最近出非常多的眼影 都是有精粉的系列在里面 像我的有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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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精粉啊 所以我找一个比较接近我的颜色的 我会拿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daydream 因为我的东西已经很夸张了 所以不需要太夸张 这一种精粉的eye shadow 到最后涂上去 其实只是要给它的精粉看起来 比较好像很合理这样 你就不会感觉到这个妆很粗很粗 打在这个部位就变打亮了 好像亮粉一样 今天是超级亮的化妆 不这么肯定让我很开心 好 又来了又来了 可爱的妆 不可以小了 我擦 OMG我现在看起来怎么样 耶 我们要来擦我们的头发了 我们来看看 化了个妆 你的头发可以变成怎样 如果你的头发呢 是过夜的话 就是你晚上弄 睡醒的时候才擦 其实会更美 那一个卷度会更持久 因为有时候出国的时候 我也不喜欢带边卷 绑有点重 所以我就会做这个东西 这个方式来卷我的头发 我们只绑了大概半到一个小时 所以它不会太卷 可是如果你是从晚上放到早上的话呢 它就会更卷的 自然卷 这个就要放下来 嗨 输一下 输一下 HARUJUKU SAO 绑双马尾 双马尾 绑到太旁边 又觉得有点太幼稚了 不好看 所以双马尾的绑的地方 大概是这里就好了 有点像后面 就是看到有点东西 可是又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太丑了 所以就把它给放去后面一点点 大概这样 来了 我们不能少的东西 就是口红 一定要有擦口 我们今天的妆 就到这里 登登 然后呢 这就是HARUJUKU SAO 非常有少女心 所以把他分享给非常有少女心的朋友 让他变成少女吧 哈哈哈哈 我们下个影片见 bye